农历七月份花蓮市殡仪馆特别以道教 失实科宜方式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 现场除了有助念团之外 市长魏家贤也率领同仁前程上香祈求 各路好兄弟保佑殡仪馆内外平安顺利 花蓮市立殡仪馆18后下午以道教失实科宜方式 办理了中原普渡法会 现场请到助念团送经底葬菩萨本愿经 希望让王者逐离二道 而市长魏家贤也在主任秘书欧美华 殡仗所长陈伯鑫的陪同下 与花蓮市民代表会多为代表一同前程上香 祈求各路好兄弟保佑殡仪馆内外平安顺利 在农历七月份也是俗称的感恩月 那我们也真的非常谢谢我们殡仗所的同仁 也真的很辛劳还有殡仗业者 那我们在殡仪馆的部分也做了相关民俗的一个法会 那我们也希望说未来在殡仪馆内出入的人 一切都能够平安 那我们也希望在殡仪馆这里一切都能够顺遂 那也既是过去在这里所发生的一些事件 有一些亡魂都能够得到安息 那再次的也要谢谢愿意在这里默默付出的每一位好朋友们 那未来花蓮市公所也会把殡仪馆各项设施 逐步的来把它提升 市长维嘉贤也表示 公所未来会持续致力于改善殡葬环境 藉由推动现代殡葬观念 秉持尊重关怀效率的服务精神 在优质的环境之下 希望能让仙人庄严安息 后代子孙也能优雅的缅怀追尸 记者徐立琴华联市报导